為什麼趙露師周冬雨川 深色的就很入人 換成淺色秒變陽氣少女 你再看書齊攤圍 反而深色比淺色更好看更大氣一些 這就是色彩第一夫人卡若 發明的四季色彩理論 大家可以對號入座跟參考 她把人分為春夏秋冬不同氣節的人 適合了不同的風格 以及變美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拿這兩個表 判斷你是冷色調還是軟色調 比如說像我的血管是偏藍紫色的 我的瞳孔是偏中的 髮色是偏中的 再看這張圖 三個維度測試你是深色系還是淺色系的 像我是白皮 瞳孔深中 頭髮變淺中 我對應的就是淺中的綜合 再兩張圖的結果 軟家淺就是春季 冷家淺就是夏季 軟家深就是秋季 冷家深就是冬季 我是夏季人 春季的代表就是周冬雨 趙露師 林一誠他們給人的感覺就是很春天 很活潑 嬌嫩 充滿朝氣 特別的一些明亮的顏色 鮮豔的顏色 更適合他們自己 凸顯自己的俏皮可愛 妝容思路就是底妝 一定要營造媽生幹的好皮通透感 重點呢 放在我們的毛髮上面 增加整個人的氧氣感 夏季代表就是劉一飛 劉思思這種 感覺就很清新很溫柔 所以首選就是柔和的色系 做一些 搭配淺色系的 淺藍色淺粉色淺紫色 一系列朦朧感的顏色 專容思路就是一定要淡 加強自己的美跟眼睛的精緻度 但是千萬不要花那種大紅唇 大煙燻 再來就是秋季的 真的很容易出那種氣質美女 比如說像湯尾 拱麗 舒淇 給人感覺就是非常的沉穩 所以棕色 咖啡色 湖水藍這種濃郁的顏色 可以說是你們最佳代表色 化妝的食物就是那種野生美 其實你們不打扮才是真正的打扮 再來就是冬季的美 像李嘉欣 張博之景田他們是美的冷艷 驚艷 適合一些搞飽和色彩 比如說濃烈的紅唇配黑髮 真是為你們量身打造 禁忌啊就是把頭髮染淺 還有什麼不懂的可以在評論區問我喔